第36章 一起上绝路 虚拟自咒鸿蒙城 那城鸿蒙殿的重殿内 聚集着众多的宇宙之主 我也是刚从第二轮回时代听说的 也不知真假 碎石之主焦急环顾周围 罗锋对我有恩 他若是身陷危境 这消息应该是假的 虚金之主摇头道 当初我和混沌一起进宇宙周 混沌还严令罗锋 而且罗锋自身实力也弱 还不至于闯内狱 还闯到灭神剑 更何况他那点实力 哪能和五魂之主他们斗成那样 嗯 对 在场宇宙之主们点头 第一轮回时代五魂之主 那可是能和混沌城主平起平坐的 别急 我和紫月圣地的几位宇宙之主 也有些交情 我问问看 彭宫之主笑呵呵的 顿时在场 十余位宇宙之主 都看向彭宫之主 彭宫之主很低调 可实力却是和混沌城主 一层次的地位极高 彭宫之主表情渐渐肃穆 已经确认 彭宫之主 目光一扫周围 罗锋的确闯到了宇宙周内域的灭神剑 并且和阴陀 五魂之主 纠剑之主一战 而后出现容颜魔神 使得阴陀前所未有的重创 迫使纠剑之主 五魂之主 进入岩江海 其中纠剑之主陨落 五魂之主 却是闯过岩江海了 不过估计损失也很大 这 这是真的 鸿蒙殿主殿内的一位位 各族宇宙之主 为之震撼 惊呆了 纠剑陨落 阴陀中窗 五魂被逼穿过岩江海 彭宫 你确定 虚金之主忍不住道 开玩笑 纠剑之主 可是和他实力相当的 确定 彭宫之主点头 我照混沌来 片刻混沌成主到来后 知道消息 也是被震住了 他第一件事 就是立即照罗锋 罗锋给我过来 老师 彭宫之主 虚金之主 诸位 罗锋一出现在殿内 便环顾周围 打了招呼 迎合领主 迎合领主 各个开口 声音中也喊着一丝静福 过去阴罗锋 是新晋宇宙之主 其他宇宙之主们 并不怎么瞧得起罗锋 只是面上过得去 可这次事情闹太大了 竟然搞得 纠剑之主 都陨落了 搞得所谓 打不死的阴陀 都中创 搞得强大的 五魂之主 被逼得冒险 穿过岩江海 佩佛 你和阴陀 五王之主 纠剑之主的事 是真的 混沌成主开口 嗯 罗锋点头 阴陀被容颜魔神 踹了两脚 金风假怕都损坏了 至于阴陀 即使不死 估计神体 也剩不了多少 纠剑之主 他的刀心剑 在五魂之主手里 恐怕是真的死了 五魂之主 穿过岩江海 估计牺牲也不小 罗锋说得直接 却让混沌成主 须金之主等 一群强者们 心跳加速 开玩笑 这是在搏命啊 你呢 混沌成主追问 我当然 也只能穿岩江海 罗锋道 顿时 一群宇宙之主 心悬起来 穿岩江海 简直不想活了 侥幸活着 穿过抵达燕水湖 不过被紫月圣地的 风龙之主 盘科之主 优雅之主 还有那命大的 五魂之主 他们四个联手 追杀我 罗锋直接道 现在弟子正在逃命 老师就召来我了 四个 风龙之主 五魂之主 混沌成主也屏息了 罗锋点头 怎么办 这下怎么办 混沌成主 眉头紧皱 你在燕水湖 就算我要赶到那 都要数十年时间 巨府创始者 更是还在清风界 谁能救你 来不及救 须今之主摇头 彭公之主也皱眉 罗锋却是直接道 老师请放心 这一战 拼到这份上 那五魂之主 和我不死不休 弟子大不了牺牲 主战本尊而已 绝对不会丝毫退缩 此刻他们正在追杀弟子 弟子不容分心 就先退去了 罗锋一躬身 刷便已经消逝 不死不休 混沌成主 彭公之主等心 完全悬起来 可他们根本没办法 厉害 而其他一些宇宙之主 特别是鸿蒙 附属族群的宇宙之主们 都心中惊颤 弄死了 纠剑之主就罢了 现在更和五魂之主 死拼去了 还和紫月圣地 风龙之主 他们斗起来 这简直太疯狂了 他们平常 根本不敢去招惹 风龙之主 五魂之主 这一类可怕存在 罗锋 你逃吧 逃吧 看你能逃到什么时候 我不杀你 我五魂 何以在宇宙海立足 五魂之主咆哮着 你死定了 死定了 死定了 要杀靠的是实力 不是靠你的嘴巴 还是闭嘴巴 罗锋则是在遥远处 急速朝上方冲 罗锋现在 飞在最上方 盘科之主 优雅之主 则离他最近 在他下方 仅仅不足一亿公里处 以他们百倍光速的速度 数秒即可越过 五魂之主 和风龙之主 则都是携着 从另外方向 朝他追来 他们俩距离罗锋 就实在有些远了 五魂之主 距离罗锋也有过千亿公里 风龙之主 距离罗锋还更远些 花 越朝上飞 越冷 寒风带的最上方 便是一直腾绕 弥漫着的洞壶停火 一眼看去 无尽的火焰 遍布整个高空最深处 在漫长的岁月中 洞壶停火 一直这么存在着 偶尔会出现大的波动 朝下方波及开去 甚至冲击到下方的燕水壶 令整个燕水壶 都完全冻结起来 如果不朝下方波及 便是一直在最高空 最上面是洞壶停火 这都飞了好几天了 上面都是洞壶停火了 这银翼领主 罗锋怎么还一直朝上面飞 洞壶停火 极为寒冷 连顶级宫殿类质宝 在其中都要动得碎裂 极可怕 不过看来 它应该拥有巅峰 宫殿类质宝 刷 高空中的罗锋 瞬间钻进了一血色金字塔中 乘坐着血色金字塔 直接冲进了最上方 无尽的洞壶停火中 优雅 见来 盘科之主 也取出一银白球体 球体上有着复杂密纹 随着他俩接连进入其中 银球也迅速钻进 浩瀚的洞壶停火中 许久之后 逃进洞壶停火 不管你逃到哪里 都逃不掉 无魂之主眼眸中燃烧着 愤怒的火焰 紧跟着他的灭绝神楷 瞬间分解 很快便凝结出武兽神 他则是在武兽神内部 操控着武兽神 也钻进了洞壶停火中 再过片刻 风龙之主也乘坐巅峰宫殿内 至宝 冲进洞壶停火 怪了 罗锋的速度慢了 对 他是在减速 真是怪事 紧跟着罗锋的盘科之主 优雅之主都疑惑了 风龙 罗锋飞行速度减慢了 跟着就行了 最前面便是绝路 他逃不掉的 风龙之主如此回音 罗锋速度减慢 盘科之主 优雅之主 自知奈何不了罗锋 所以也跟着减慢速度 而后面的五魂之主 风龙之主 则是一直最高速前进 一慢 一快 五魂之主和罗锋的距离 越来越近 六百亿公里 五百亿公里 四百亿公里 一百亿公里 五十亿公里 十亿公里 一亿公里 罗锋 你还真是找死 你找死 我如果不杀你 不就对不起你这份心了吗 五魂之主话语中蕴含着 无尽杀意 五魂 追我这么久 你可真有毅力 你可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罗锋速度逐渐减慢 声音透过金色的国度 自然传递在五魂之主耳边 那里可是绝路 五魂之主道 对 是绝路 准确说是十二深渊 罗锋道 燕水湖空间的最上方 有着洞湖停火 洞湖停火怎么诞生的 便是来自十二深渊 十二深渊是 无比巨大的十二个无尽空间 其中六个深渊 在源源不绝地喷发着 无比冰冷的洞湖停火 而另外六个深渊 则是时刻吞噬着无尽的洞湖停火 形成了一个循环 一旦喷发力度 比吞噬力度强 无尽洞湖停火 便会波及到下方的燕水湖 而深渊 乃是绝路 之所以是绝路 一是因为闯进去 没有其他出路 只能从深渊口再返回 二是因为闯进去 也就宇宙最强者 才有活命把握 就连拥有至强至宝的宇宙之主 都不敢进去 进去便是走上绝路 深渊 罗锋朝上方飞去 上方无尽的洞湖停火 已然被吞噬 形成扭曲的巨大漩涡 只见上方一广茂的 无尽的深渊黑洞 出现在那 强大的吞吸力量 令罗锋唯有靠星辰塔 金色的国度 一起联合才抵御 你想下我 哼 越靠近 深渊吞吸力量越强 不过 你所能承受的 吞吸力量 必定不如我 你死定了 那猙獰的武兽 神思吼着化作流光 杀向罗锋 罗锋抬头看了眼上空那 无尽幽暗的深渊黑洞 这是比岩浆海耕 可怕的地方 即使自己陷入深渊 也根本无法出来 你再过来 可别后悔 罗锋道 哈哈 后悔是该是你 武兽神思吼着 巨大的提爪 已然践踏 像血色金字塔 我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 罗锋颠声道 轰隆 微型宇宙 瞬间诞生 将武魂之主 和罗锋 完全笼罩其中 巨大的微型宇宙 根本抵抗不了 滔天的吞吸力量 而且他也根本没抵抗 便被那幽暗的 无尽深渊 瞬间吸进去 随着微型宇宙 在吞吸力量下崩溃 已然被吞吸到 深处的武魂之主 正在竭力挣扎 却已然晚了 不 无妄之主 惊怒了 武兽神疯狂地想要 往回飞 能让武魂之主 陪我一起上绝路 是我的荣幸 罗锋声音 却是回荡在 武魂之主耳边 借静 无尽深渊 黑洞之外 一颗银色球体在那 片刻 一座宫殿 也出现在那 疯子 疯子 盘科之主 优雅之主 依旧有些战票 那可是绝落 即使拥有 至强至宝的 宇宙之主 也不愿进去 这个银翼灵主 竟是这样一个 疯狂的家伙 对别人疯狂 对自己也疯狂 风龙之主 也遥遥看着 高空上方 那巨大的深渊 黑洞 心中战票 他明白 武魂之主完了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竟然选择 夺罗锋的宝贝 是何等错误的 一个选择 幸好他抓住的是 武魂 不是我 风龙之主 不由暗自庆幸 是谁 是谁 武魂之主 有的 你 旅行 makeup